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26号表示 尽管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数据非常糟糕 但是已经看到很多经济复苏的早期迹象 库德洛对第三个季度和之后的美国经济前景非常看好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 总统特朗普夫妇来到马里兰州的巴尔迪摩 出席在麦克亨利堡为立场战争中的阵亡官兵举行的纪念仪式 特朗普随后发表讲话呼吁共同战胜病毒 巴尔迪摩是美国确诊病例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 市长曾反对特朗普到访 认为接待特朗普增加城市财政负担 同时还担心引发第二波疫情高峰 尽管誓言要共同战胜病毒 但特朗普当天发表的推文 却是抱怨北卡罗莱纳州的民主党州长库珀 到现在还没有解除隔离措施 妨碍四年一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在八月份满园举行 特朗普并威胁如果库珀无法承诺让大会满园举行 共和党方面将考虑更改举办地点 在刚刚过去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小长假 受疫情影响 多地将纪念活动搬到网上举行 纽约街头人头攒动 但大多都戴上了口罩 警方则派出人员车辆到沙滩等人员聚集地 执勤巡逻 劝告人们遵守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在芝加哥海滩湖边几乎空无一人 当地年年此时都会举办巡游活动 但今年则将活动搬到网上举行 内容包括播放特邀嘉宾讲话 以及回放往年的巡游活动 在首都华盛顿特区 则有不少人依照传统来到战争纪念碑前 悼念阵亡官兵 有越战老兵表示 希望美国能克服分歧战胜疫情 前食药局长格特利布周二表示 随着各州逐渐放松 对疫情期间居家令的限制 并试图恢复某种生活常态 新冠住院人数已逐渐增加 住院人数是流行病学家密切关注 已了解疫情状况的关键指标 格特利布指出 人们希望即使在聚集人数增多的情况下 这种病毒在传播速度 在炎热的夏季也会更加缓慢 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 新冠病毒是一种季节性病毒 而其他已知冠状病毒表现出季节性 大多数病例在冬季达到高峰 格特利布认为 人们仍应采取社交隔离的预防措施 并在社会继续开放的地方 使用诸如口罩之类的防护设备 新冠疫情持续在南美洲肆虐 在拉丁美洲疫情最严重的巴西 过去24小时的死亡病例比美国还要高 美方宣布提前两天实施针对巴西的入境限制 根据白宫的声明 总统特朗普下令两周内曾到访巴西的外国公民 暂停入境美国 以确保曾在巴西驻留的外国公民 不会成为美国疫情的新感染源 这项措施原定于美东时间28日23点59分生效 后来被提前到26日23时59分生效 美方没有为此给予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哥伦比亚实施的入境限制 数以百计的各国移民游客和学生 仍然滞留于巴西 由于很多人没有钱入住酒店 只能把圣保罗国际机场作为临时家园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继放宽宗教场所限制后 加州公共卫生部公布了新的零售商指南 允许在地方政府官员批准下开放店内购物 当局表示只要地方卫生官员批准 零售商在遵守新冠疫情安全准则的情况下 便可以重新向购物者开放 准备开放的零售商店必须强制保持社交距离 对员工进行培训并实施相关安全措施等 不过美甲店和美发店业务仍被视为高风险行业 目前仅被允许在符合条件的线在第三阶段开放 加州的成郡和圣贝纳迪诺郡 近日已允许周末重新开放更多业务 洛杉矶郡表示至少要等到7月4日才进行下一步开放 受新冠疫情影响 好莱坞晚主办方宣布 为贯彻公共卫生官员的指令 并保护艺术家、观众和工作人员 免受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好莱坞晚将取消2020年的演出 这也是好莱坞晚自1918年以来 首次关闭整个夏季演出季 好莱坞晚的演出季节 通常安排在6月到9月之间 这些演出由洛杉矶交响乐团编排 邀请了包括洛杉矶爱乐乐团在内的 多位艺术家参加 好莱坞晚每年在好莱坞露天剧场 举行的100多场夏季音乐会 每年吸引超过100万观众 今年原本是好莱坞晚的第99季的演出 另外演出的大幅减少 同时造成约8000万美元的预算缺口 苹果公司周二表示 公司计划重开约100家美国门店 主要提供路边取货服务 但有些店面可以允许顾客进店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蔓延 苹果关闭了全球的门店 但根据当地的健康数据 苹果已经慢慢开始恢复门店营业 本月初该公司已经在阿拉斯加 爱达河州和阿拉巴马州 重开了几家店 根据苹果公司的新规定 允许进店购物的门店 将要求顾客和员工在进入之前 进行温度检查和戴口罩 苹果将为没有佩戴口罩的顾客提供口罩 社会隔离规则将限制店中的人数 苹果公司表示 这可能会给需要进店购物的顾客造成排队等候 周三下午 NASA太空人鲍伯·贝肯和道格·赫利 将乘坐SpaceX的载人龙飞船 前往国际空间站 标志着商业运营的载人火箭发射的开始 这次发射是NASA认证载人龙飞船 用于人类太空飞行之前的最后一次重大测试 贝肯和赫利将从佛罗里达州 NASA肯尼迪航天中心 历史优秀的39A号发射台起飞 自5月13日起 贝肯和赫利进入隔离状态 在前往国际空间站之前 通常需要进行两周的隔离 但是NASA和SpaceX采取了一些额外的预防措施 以确保机组人员不会将新冠病毒带入太空 发射原定于美东时间下午4点33分开始 将在NASA和SpaceX同步在线直播 NASA局长吉姆·布莱登斯丁 呼吁民众留在家中上网观看 纽约证券交易所从26号开始 正式部分重开并恢复现场交易 在经过两个月的封闭之后 纽交所交易现场周二部分开放 纽约州长科默前往敲钟开盘 纽交所在关闭期间 不但日常交易顺利正常 甚至原始股发行上市也照常进行 部分重启后 大约只有80个厂内交易员被允许进入 是新冠疫情前的25% 以股票为市场的指定做事商 在最初阶段不会返回 而进入交易大厅时 每个人都需测体温 还会被要求签署一份法律文件 表明他们了解风险将遵守规则 并不会向纽交所要求赔偿 此外任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 不允许进入交易大厅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每周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